- 台灣大力士 - 台灣大力士 - 台灣大力士 - 欸 我壓縮 - 我不確定有沒有提到 - 其實我辦完大力士之後 - 三個禮拜 - 陷入非常嚴重的憂鬱 - 喔 - 教育科可能不知道 - 我每天都超憂鬱 - 想要自殺 - 我差不多了 - 我可以走了這樣 - 史伯迪台灣大力士 - 第0屆和第1屆 - 其實幫大家承接了 - 反脆弱性要產生 - 必然需要承受的那個迎頭痛擊 - 但是呢 - 這個運動項目的反脆弱性 - 現在才剛剛開始發芽 - 這種過程常常要有人去承擔那個 - 有人要去承擔那個 - 先走在最前面擋子彈的那一個 - 先挨個幾下 - 然後讓 - 就問說 - 那你第一個階段非算 - 你賺到一個老婆 - 第二個階段 - 你賺了一個 - 燒掉一千萬的經驗 - 第三階段 - 你又燒掉一千萬 - 那你賺到什麼 - 我就在尾牙的時候 - 跟大家講說 - 我賺到了 - 脆弱的相反 - 我們人類社會裡面 - 目前沒有給它一個專有名詞 - 所以它只好暫時把它 - 叫做反脆弱 - 但是反脆弱性它想描述的是什麼呢 - 就是 - 其實酸民罵是一個 - 輸入反脆弱刺激的過程 - 哈囉,我是Sugar - 本集節目由我們最棒的運動訓練 - 技能服飾品牌Perry贊助播出 - 哇,我們Perry這個計畫 - 其實從第0屆臺灣大力士就開始了 - 那我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 在我們臺灣非常非常厲害 - 應該是世界第一的紡織業 - 從布料的開發開始著手 - 因為臺灣的氣候比較炎熱 - 濕度也比較高 - 所以很重要的長纖維 - 能夠有很好的這個稀濕排安效果 - 所以我們會把科技布料 - 放在我們這個訓練服飾 - 是MIT的這個品牌 - 那不管是我們選用的豐厚度 - 我們用矽針 - 其實我也花了很多時間 - 在這個紡織上面做滿多功課了 - 其實紗線的前染後染 - 最後你布料的成型 - 到你選色 - 然後到使用的成本 - 我們其實都是希望能夠用 - 比較好的高品質的東西 - 在我們自己的品牌上面 - 所以這個我們也花了很多的時間 - 從女生比較困難開發的女款 - 開始著手 - 我們陸續續也推出 - 春夏款的很多男生的衣服 - 比如說我非常喜歡的 - 有一款麻花系列 - 這個布料 - 其實我們還用了陶瓷青磨毛 - 除了有非常非常好的手感之外 - 也保有不錯的豐厚度 - 跟稀濕排汗非常好的效果 - 那我們也選用 - 很好看的大地色系 - 四季皆宜的這個觸感 - 來讓這個真的是全日訓練都適合 - 不管你是在室內健身房 - 像你會在健身房裡面 - 重訓或者是crossfit的舉重建立 - 或者甚至是你戶外的一些活動 - 像是爬山啦 - 或是很多在室內室外 - 都非常適合的這個布料 - 來做的這個訓練服飾衣服 - 男生會有比如說像短褲啦長褲啦 - 我們也陸陸續續開發出來 - 用高彈性的布料來做 - 現在剛好我們春夏換出了 - 哇很漂亮的一系列大地色系的衣服 - 聊到布料喔 - 其實我不知道聽眾朋友有沒有跟我一樣 - 就是像如果我穿著棉T - 假設我沒有換我流汗一整天HIP掉了 - 那其實一整天我都不換衣服的話 - 其實我當天就會長汗斑或施疹 - 所以其實我在外面有穿棉T的話 - 我其實都會多帶一件 - 就是換一下 - 就是不要讓它整天都會掉了 - 因為台灣的溫度跟濕度真的是很高啦 - 所以夏天你看馬上一眼夏天 - 馬上就進入夏天了 - 非常熱三十幾度了 - 所以在這個比較炎熱的夏天 - 這個長纖維的科技布料西式法案 - 是真的真的蠻適合我們台灣這個氣候的 - 那當然不同特性的 - 不同布料有不同的特性 - 棉有棉的好處 - 然後科技布料也有科技布料好處 - 我都非常的喜歡 - 推進給大家 - 因為這個其實不管彈性上面 - 像我們開發出來的彈性的褲子 - 或者是長褲 - 或者是女生的Brow Top - 或者是Legging - 其實都非常適合 - 所有在健身房 - 或者戶外穿搭 - 都非常適合的這個Perry - 推進給大家 - 你可以使用折扣碼 - Chogger C H G R R - 享有 Chogger的專屬優惠折扣 - 你聽到這一集也許你連過去 - 我把那個連結放在資訊欄裡 - 你連過去的時候 - 有時候有一些優惠折扣也是不錯 - 推薦給大家我們最棒的Perry - 運動 訓練 機能 服飾品牌 - OK 本節目我們回到 - 喔 這個是我們第一屆2023台灣大力士 - 我們去年12月舉辦完之後呢 - 第一次約到何老師 - 還有 Chogger -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忙啦 - 那中間也有一個過年喔 - 在辦完台灣大力士之後 - 我有稍微休息了一下 - 因為真的是歷節啦 - 就是靈魂身心靈的歷節喔 - 如果大家有看去年我們拍的那個高級的快速 - 我們希望大家身心靈能夠變得更強壯 - 那我扛過來這兩屆的台灣大力士之後 - 欸 我的身心靈是真的 - 真的是更強壯了 - 這不是開玩笑 - 這個有辦過比賽就知道 - 那有多麼地獄喔 - 那我進出地獄兩個回合兩次之後 - 發現 欸 大概可以知道自己 - 大概那個極限的地方啊 - 就像你參加比賽你會知道 - 你當時的極限在哪裡 - 當然之後你會因為 - 這個經驗你變得更強喔 - 那相信我們大家都變得更強壯 - 那也在這個單集也聊到賽後 - 欸 其實我陷入一度的重度的憂鬱喔 - 那重不重度 - 是我自己想像的啦 -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 - 我也不能這樣定義 - 因為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 反正就是心情上就捲入一個暗黑的漩渦喔 - 那也是靠訓練才把自己拉回來 - 我也是走了幾個禮拜之後 - 透過閱讀 - 透過運動來理解自己 - 上下沖洗這個創傷喔 - 不知道是不是某種 - 就是劇烈反應的一個 - 其實我也不確定喔 - 未來有機會我再問心理師來 - 就是來聊更多喔 - 其實我相信 - 有辦過比賽就知道辦比賽真的很硬 - 真的很硬喔 - 所以我們今年雖然停辦 - 但是我們也要想像說 - 2025年怎麼續辦喔 - 其實這個產業 - 或者是接下來 - 我要想辦法的 - 不管是比賽的賽程上面 - 賽事上面 - 場地上面 - 費用上面 - 或者是怎麼推廣這個比賽 - 或者是甚至跟國際接軌 - 這個都是我們未來需要 - 再努力 - 我們再努力 - 看怎麼樣把他 - 繼續的在2025 - 或者是2026把它辦回來喔 - 今年我們就 - 雖然是小小的休息一下 - 但是我們也沒有閒著 - 我們就把 - 我們手邊的 - 不管是節目 - 不管是我們的商品 - 不管是我們的品牌 - 不管是我們的品牌 - 不管是我們的紡織的布料 - 我們這個訓練 - 今天的服飾品 - 我們就用力的 - 好好的把它做好 - 把它做到最棒的品質 - 把一些細節通通做好了 - 所以我們 - 其實你看Perry的品牌 - 你多少會看到我們 - 就是重視細節的這個 - 每一個點 - 從包裝 - 從這個乘衣 - 我們都非常的用心喔 - 那希望能夠提供給大家 - 最好品質的商品 - 最棒品質的比賽 - 我們都盡可能的 - 在有生之年啊 - 在有極限的情況之下 - 把東西做到最好 - 那這個單集我們聊到蠻多 - 就除了聊新的 - 我們想像中的 - 比賽的方法之外 - 我們也聊到了說 - 誒 - 何老師有跟我們提到 - 一個反脆弱的一個概念喔 - 那鐵達你好 - 如果沒有成 - 誒 -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 那還有整個 - 我們recap台灣大力士 - 雖然已經時隔三十四個月了喔 - 基本上我們希望 - 大家雖然在沒有舉辦 - 二零二四的今年 - 也能夠好好的 - 就是知道 - 誒 - 我們其實可以為未來二零二五來做準備啦 - 我們希望 - 真的是期待 - 二零二五可以把這個比賽 - 好好的 - 就是再更用力的把它製作一下 - 這樣子 - 那當然經費上面 - 我們再想想辦法 - 大家一起再想辦法 - 好不好 - 集思廣益 - 這個並不是說 - 我個人要懶在身上 - 或者是要交棒接力給誰 - 沒有啦 - 就是我們就想說 - 大家一起同心協力 - 合作 協作 集思廣益 - 把這些東西再把它弄得更好 - 好 本節目非常精采 - 是由我們最棒的運動訓練技能服飾品牌 - Peri 贊助播出 - 你可以輸入最空碼 - Choker - 我把所有的資訊留在資訊欄 - 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們開發的全新商品 - 真的很好穿 - 我現在每天穿 - 讚啦 - 推薦給大家 - Peri - OK 讓我們給大家一起聽 - 下去 - Check this out - OK 歡迎回到Sugar Podcast - 今天是SBD怪獸 Podcast - 太久沒錄 - 卡住耶 - 都忘記這裡是哪裡了 - 卡住 對對對 - 我想說這太久了 - 天啊 我們上一次跟何老師還有Josh哥 - 是 - 我們上一次錄音影 - 已經是2023了吧 - 肯定是 - 對不對 - 反正今年還沒錄過 - 對 我們2024年現在是3月幾號 - 3月11號 - 對 - 我看這集什麼都出來 - 3月11號 - 之前我們上一次應該是去年的 - 台灣大力士之前 - 對 - 對 我們本來想說 - 趕快在台灣大力士之後 - 趕快有個recap - 對 - 結果一等 - 就等到了現在3月了 - 我們比賽去年是在12月1號到3號 - 對 - 非常非常巨大的一個比賽 - 對 - 我們吃尾牙的時候 - 我有邀請那個Josh哥 - 結果Josh哥去 - 聽說跟人家打架 - 對 - 打架就算還被人家打到爆掉 - 所以我只能夠在家休息 - 因為我們之前這個過年前 - 有吃尾牙也有邀請大家來 - 然後剛好那天 - 前幾天Josh哥去比賽 - 去比八柔 - 對 八柔 - 對 八柔樹 - 然後結果哇 - 你跟我說你眼窩有受傷 - 對 - 那時候因為跌倒的時候 - 不小心那個 - 對方在我上位的時候 - 他肩膀撞到我的那個眼窩下緣 - 有沒有怎麼樣 - 現在沒事了 - 然後當下的話是有點不舒服 - 所以我那場比完之後 - 就直接不能夠比了 - 就直接去醫院了 - 對 - 後來都沒事 - 後來還不錯 - 現在都一切正常 - 結果也都回復 - 因為我記得有看到一張照片 - 蠻恐怖的 - 對 - 然後眼睛都是血絲這樣 - 對 那時候判斷是那個眼球挫傷 - 然後那個照X光疑似 - 那個因為沒有在進一步追查 - 那個疑似那個眼底的 - 那個眼底鼓的地方 - 有一些鼓折 - 眼底鼓的鼓折 - 對 就整個眼窩 - 那他偏下側那個 - 其實大家覺得說那個眼球好像很脆弱 - 可是那個眼窩呢 - 他旁邊的鼓頭呢 - 其實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的堅固 - 反而是眼球相對來講有內部的張力 - 所以會比較 - 所以醫生跟我講說 - 撞到的時候可能再往下撞 - 所以可能我眼底鼓的那個地方 - 有一些裂痕的 對 - 所以就叫我先好好的休息 - 因為那個時間點我的眼球 - 受傷的那個眼球的話 - 它向上沒有 - 就眼球往上的時候 - 就翻白眼的時候呢 - 沒有辦法徹底翻出眼白來 - 但是另一隻眼睛可以 - 所以當我說往上看的時候 - 如果頭不動 - 直接眼球往上看的話 - 兩邊的角度不一樣 - 對對對 - 所以出來的時候開車啊 - 或是走路的話 - 其實經常看到左眼跟右眼呢 - 視覺呈現不太一樣 - 反正現在都全部都回來了 - 都好了 - 跟那個變色龍一樣 - 可以兩眼看不一樣的方向 - 哇 - 所以 - 好不想要有這個技能喔 - 感覺蠻恐怖的 - 對啊 - 不過那時候就是吃尾牙的時候 - 有邀請Josh哥 - 邀請何老師 - 還有很多我們台灣大力士的夥伴 - 總共我們洗開18桌啦 - 然後如果南部的 - 因為很多人沒有辦法上來 - 所以其實大概20幾桌 - 但是南部的沒有來 - 所以我們就大概18桌 - 然後在那一次尾牙的時候 - 我有講一個故事 - 然後那個Josh哥沒有聽到 - 是喔 什麼精彩來講一下 - 那故事就是 - 我在我們吃尾牙的前幾個禮拜 - 我去吃館長尾牙 - 結果我就PO了 - 因為柯文哲到現場 - 因為柯文哲他們不是就是幫忙嗎對不對 - 選舉的時候 - 然後跟館長吃個尾牙這樣 - 然後我就PO了一個線動 - 就說柯文哲 in the house這樣 - OK - 就被罵爆這樣 - 就是被 - 就是支持綠色的人罵爆這樣 - 就是覺得我是舔共仔啊什麼 - 我就發現 - 他們因為現在其實有一個新的平台 - 就是那個他們講說串 - 還是 - 脆 - 他們講對這樣脆 - 對不對 - 他們就說脆嘛 - 脆上面就是偏激言論很容易 - 就是開始罵人的言論就會 - 被延上起來 - 第一時間我還在吃尾牙的當下 - 就有很多人丟我說 - 邱哥你被罵 - 你被噴了 - 我說哇 - 怎麼他怎麼吃 - 看一下我就看一下 - 我PO了柯文哲 - 說in the house - 下一個那個副總統來 - 我們就在那邊喊 - Johnny Walker - 怎麼樣 - 就是 - 就也都蠻好笑的 - 我們就不把他當成一回事 - 但是有人就覺得 - 我解讀就是 - 我就是舔共仔 - 我就啊 - 你們真的不知道 - 我是索倫手槍台獨份子 - 我是黑名單耶 - 你們想要傻傻的 - 結果後來我就看那個翠啊 - 一看下去發現 - 超多人不知道 - 還是不知道我是誰 - 就即便已經在 - 知道我們SBD - 或者知道我這個人 - 也不知道我是誰 - 不知道那個SBD節目 - 前面都會先放過歌嗎 - 對啊 - 不只是那個 - 我還拿槓片砸維尼耶 - 你可以去看我的那個叫什麼 - Reels啊 前面有一集 - Anyway就是 - 他們都不知道我是誰 - 然後覺得我是舔共仔 - 就可以開抹開噴 - 然後我就一路這樣看下來留言發現 - 欸我 - 我好像沒有 - 講過我自己太多 - 我們可能在比較long form的podcast有講 - 但影片上面 - 其實一直以來都沒有自我介紹 - 我覺得 - 哈囉我是SB秋哥 - 然後我們這一集要開箱什麼 - 我們這一集要分享什麼 - 然後就Bittybottle要講 - 沒有人知道我是幹嘛的 - 然後我就在尾牙的時候 - 跟我們大概18桌的這個所有的好朋友 - 這18桌有我們同事啦 - 有我們SBD所有的贊助廠商 - 協力廠商 - 還有很多是我們的那個勞力士 - 就是我們把簽文宴都辦在一起 - 就是幫我們的工作人員 - 協助我們的槓片 - 搬槓片 - 裁判 塞道裁判 - 然後助理裁判 - 資宜 - 然後記錄組 - 通通在我們尾牙一起 - 就大家慶祝一下 - 就跟他講這個故事喔 - 然後這故事是這樣子 - 就剛好2024年我們吃尾牙 - 2004年 - 我大學畢業 - 20年前 - 所以剛好20年 - 所以20年前到現在2024年 - 這20年剛好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 這平均剛好 - 真的很剛好 - 大概20年除以3 - 大概6年多啦 - 快7年 - 然後我在第一個階段啊 - 就大學畢業 - 2004年畢業 - 到大概2010年 - 我在那個財富店子做 - 那個安全監控 - 歐洲縣的PM跟業務 - 負責幫很多客人代工 - 然後就做電子業 - 然後特別面對的都是 - 廠商跟客人 - 我們沒有面對到中端消費者 - 我們就面對品牌的客人 - 需要什麼規格軟體硬體 - 我們就把它做完 - 然後出貨給他 - 九成以上都是外國客戶啦 - 那是電子業的時代 - 然後在這個第一階段的時候 - 我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 - 第一階段就是我賺到什麼 - 我賺到一個老婆 - 哇 - 我老婆就是在財富店子的時候 - 認識的這樣子 - 然後後來我就去創業了 - 我就2010年 - 我就沒有做過其他生意 - 我就跟合國人出來做那個 - 行車記錄器 - 就創業這樣 - 一開始也瘋瘋瘋瘋瘋做到 - 哇 我那時候公司有30幾個人 - 整個營業額 - 年度營業額有做到破億過 - 哇 - 很大 - 很大一年 - 但是你知道行車記錄器 - 這種消費型電的產品 - 它做的事情就是 - 沒有最便宜 - 只有更便宜 - 沒有最高規格 - 只有更高的規格 - 價格格猴栽 - 對 就是速度更快 - 品質更好 - 價格更便宜 - 每三個月一個new model - 就是要一直拼一直拼 - 後來高速的需求 - 衝上來之後 - 在2015 2016的時候 - 快速下坡 - 毛利率直接對半 - 再對半就對半 - 就把賺到的錢 - 全部賠回去了 - 在我們剛剛講說1億嘛 - 那個我們那個毛利率 - 大概是10%左右 - 所以1億一算下來 - 大概有賺到1000萬對不對 - 但是最後在115 16 17的時候 - 全部都吐回去了 - 全部都吐回去了 - 就是過路財神 - 賺到了一個燒掉1000萬的經驗 - 這就剛好是第二階段 - 就是從2010到2017 - 第二階段 Phase2 - PhaseNo.3 - 大家可能有在之前紀錄片看過嘛 - 因為這個中年失業挫賽 - 然後繳不出房貸 - 股票已經賣完了 - 然後每天那時候 - 回家不敢回家 - 回家只敢坐在那個 - 我們月租那個停車場 - 就留在車上 - 6點下班 - 然後住到9點多 - 可能女兒睡著了 - 才回家這樣 - 日本人不是有那種 - 中年失業的那種男子 - 他出門上班了 - 他其實是去公園 - 去圖書館 - 對 - 我那時候下班了 - 就不敢回家 - 然後那時候有一點憂鬱憂鬱 - 非常的憂鬱 - 但是也不知道怎麼辦 - 就是要 - 其實你知道嗎 - 就是憑賤夫妻百事哀嘛 - 家裡面要付房貸 - 有水電瓦斯 - 女兒剛出生要養 - 那個壓力一到喔 - 你的工作 - 面對一個沒有前景賠錢 - 然後一直燒錢 - 然後最後要收掉 - 然後你要終點轉職 - 家裡面的氣氛都非常的糟糕 - 那時候我就是靠運動自救 - 所以後來再把SBD帶你進來 - 所以開始從2017 2018年 - 開始我的Phase No.3 - 然後我們從2018年到現在 - 到現在2023年的年底 - 我們經營了大概也是六年左右 - 我們辦了台灣大力是第一屆 - 嗯 - 第一零屆2022的時候 - 我們的製作費用大概400多萬 - 燒掉250 - 然後2023年我們剛舉辦完了 - 12月這一份呢 - 我結算到尾牙的時候 - 大概是總費用大概900多萬 - 哇 - 然後後面 - 跟上你那個之前的1000萬 - 然後後面的那個影片都還沒製作 - 如果影片製作再算下去的話 - 可能是破1000萬啦 - 然後賠大概750 - 750加250 - 就剛好燒掉1000 - 就問說 - 那你第一個階段非算 - 你賺到一個老婆 - 第二階段你賺了一個 - 燒掉1000萬的經驗 - 第三階段你又燒掉1000萬 - 那你賺到什麼 - 我就在尾牙的時候跟大家講說 - 我賺到了這18座好兄弟們 - 好朋友們 - 這友情是無價的喔 - 還有這個經驗是無價的 - 所以還有賺到了一些種子啦 - 大家就是遍地開花的種子喔 - 這個1000萬我們就今年就停辦 - 所以就是 - 其實坦白講 - 我也在節目上面坦白講 - 停辦今年只是一個說法 - 其實是無限期停辦啦 - 因為我們現在在展開別的 - 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 我想要做什麼 - 但是基本上這個費用真的很龐大 - 每單位選手的費用是3萬多塊 - 我們在三天的比賽 - 兩天進場三天比賽 - 一天退場 - 我們有迎來了340位左右的選手 - 你看900萬算下去 - 一個人要3萬多塊 - 非常非常高的成本喔 - 所以我相信每一位選手 - 有來參賽的都知道說 - 這個規格之高 - 然後這個流程 - 然後整個體驗 - 這個遊戲體驗是真的是世界般水準喔 - 因為我們邀請了Big Z來 - 我們SBD原廠也有來 - 他們非常有機器 - 一看就覺得 - Joe you out of your mind - Are you crazy? - 就是Big Z來說 - 幹這個比OSG - 比World Strongman - 規格高太多了 - 你確定你賺錢呢 - 我說沒有啊 - 這一定賠啊 - 然後賠多少 - 我跟他們講完 - 他們說你這個比Cheffield貴耶 - 他們不是剛搬完Cheffield 2024 - 那個SBD原廠跟我說 - 你這比Cheffield貴 - 我說比Cheffield貴 - 跟Cheffield差不多貴 - 我說差不多貴 - 他有點懷疑就是 - 我怎麼可能那麼貴這樣 - 覺得你灌水 - 或者是哪邊算錯了 - 我說沒有啊 - 我想想 - 不對啊 - 你們Cheffield一天而已耶 - 24個人 - 我三天耶 - 然後他就 - 對對對對 - 他就完全除以三嘛 - 對對對對 - 那一樣貴是差不多的 - 因為他們只有辦一天 - 然後只有24位選手 - 然後他們前一天進場比賽完 - 比賽完就撤光了 - 所以我們是前兩天進場 - 三天比賽又撤一天 - 而且人數是10倍 - 對10倍 - 而且工作人員的數目 - 差很多海量嘛 - 對 - 然後他們那個Cheffield還賣票喔 - 對 - 2300個座位全部賣光喔 - 哇 - 而且你知道Cheffield 2025年已經開賣了 - 已經賣一半 - 嗯 - 他們就現在就是Build一個力量的文化 - 算是蠻成功的 - 在英國當地喔 - 第一年很多 - 我看到他們SBD的所有的員工都來看 - 然後很多人拿親友票進來看 - 就是我們俗稱的衛生紙吧 - 發很多把現場塞滿 - 第二年賣票賣完 - 第三年2025 - 一比完賽的隔兩天就開賣 - 已經賣一半了 - 哇 - 所以這個一下第三年 - 它就把這個基本的費用先疊住了 - 哇 - 然後它是一個獎金賽嘛 - 一千七百八十萬的總獎金 - 它最後發出一千一百萬 - 所以Big Z跟那個SBD就覺得 - 哇 - 你這個規格有點高的不像話啦 - 但是我相信這也是一個你們的突破 - 所以我們有一點算是 - 示範給所有SBD的各個全球的經銷商 - 看說我們是這樣子辦的 - 所以最近我們在整理影片啊 - 去做一個highlight - 去做一個vibe - 去總結這個比賽喔 - 我們講說今年停辦 - 然後未來會不會再辦 - 其實還是在看 - 費用啦 - 就這個費用跟這個場地 - 或者是什麼 - 不過今年有一個很棒的一個現象 - 是好多人開始 - 要辦比賽了 - 我知道有兩個比賽齁 - 一個是永建新村在台中 - 台中對 - 他們是一個crossfit box - 在中興新村 - 南投那邊 - 對 - 然後他們就去南投中興新村 - 還蠻厲害的租到那個場地 - 它是戶外的場地啦 - 就在南投縣政府中興新村的一個草皮旁邊 - 然後裡面外面他們有拖卡車啦 - 翻輪胎啦 - 然後丟沙包啊 - 還有一個項目什麼忘了 - 反正就是 - 他們就是在暑假的時候會在那邊辦一個 - 永建大力士比賽 - 然後也有其他陸續有些單位會說 - 我要出來辦滾木槓推舉單向競賽 - 然後也之前也在淡水有一個 - 健身房也有辦一個淡水的大力士比賽喔 - 二月份的時候 - 所以看來大力士文化有一點發芽了啦 - 而且我看到蠻多人開始做 - 很多大力士的專業 - 真相訓練 - 就是我們當然是多元啦 - 但是後來看到這個訓練的本身 - 它也是比如說滾木槓推舉 - 或者是那個車軸槓有沒有 - 先放到肚子上 - 肚子上 - 肚子上然後再exo press那種 - 那個最近我也會訪那個楊哥 - 楊哥剛剛從美國回來 - 對 - 還去參加那個world's strongest firefighter - 對 - 他們就有那個 - 那個叫press medley - 就是推推推推推 - 第一個是circus - 當地有推 - 推完你到下一關 - 用exo bar推 - 推完你到下一關 - 滾木槓推 - 再來什麼什麼推 - 也有這種玩法 - 也都很好玩 - 對 - 所以這個有趣的地方 - 就是你可以設計不同的關卡 - 然後它都是一個方向的推 - 它可能都會需要一些技巧 - 也不一定你都能練得到啦 - 就是有一些像沙包後拋 - 就真的不好練啦 - 台北市很少可以 - 丟到別人的窗戶裡面去 - 對啊那個有趣的東西就是 - 它可能逆曲一點 - 但是它的那個爆發動作 - 如果一練得到 - 是真的蠻不錯的 - 那要跟大家分享 - 就是因為我今年沒有辦比賽嘛 - 所以我開始練 - 我設計了那些比賽了 - 我第一次練沙包 - 前一陣子這樣 - 也有看到你的影片 - 對 所以就是 - 我辦比賽真的很累 - 我也開始練那些沙包 - 然後上肩或者是什麼 - 我才發現說其實 - 這麼酷 這麼好玩 - 然後它這麼有訓練價值 - 那所以其實今天呢 - 本來是想說啊 - 聊一下我們比賽的那些項目 - 其實因為已經過了三個多月了 - 整整四個月了 - 對 因為十二月第一天就開始 - 所以現在 - 所以剛剛又中間又過一個年 - 然後我們 - 本來是想說可以好好的聊一下這個比賽啊 - 不過我們就聊一個重點就好了 - 就是比賽的難度好了 - 我們經過統計啊 - 其實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 - 可以完成 - 所有我們列出來的重量啦 - 然後我們也巧妙的把 - 比較輕的重量用比較輕的得分 - 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那個比賽 - 因為有可能重量如果太重 - 有一些人真的腿不起來 - 對 - 你們最近有看那個 - 在美國剛剛舉辦的那個阿諾杯嗎 - 有一點 - 阿諾杯有那個 - 阿諾杯有那個 - 阿諾克的Strongman - 還有男生跟女生 - 然後那個Circus dumbbell啊 - 他的分法就是越輕越重 - 一分 - 十分 - 一百分 - 一千分這樣子 - 然後你就看到很強的選手 - 沒有在管那個一分的 - 直接去推那個一千分的 - 嗯 - 他就兩千分 - 哇 推了兩下很強 - 有一些選手自身在一分那邊 - 一下一下追這樣 - 他們就是用 - 直接很暴力的一分 - 十分 - 一百分 - 一千分來分這樣子 - 他就沒有在我們什麼 - 一分三分 - 你好像追得到 - 沒有 - 他完全的那個位置就是 - 他就告訴你 - 不可能追到 - 你追不到了啦 - 然後如果你在這項 - 沒有分數 - 或只是只能上一分的話 - 你就是會輸很多 - 然後就會看到有一些選手 - 真的很厲害 - 單向很強 - 但是最後贏的卻不是 - 在那個上推局最強的 - 反正是中和比賽最強的那個勝出 - 這樣子 - 有一些選手 - 負重行手很強 - 有一些選手 - 往上推得很強 - 有一些選手可能在 - 撒包很強 - 有一些選手可能硬舉很強 - 慢慢的會分出不同的事業啦 - 那我們在計分上面 - 跟強度上面 - 這一次都是比較難一點 - 的確是 - 就是這一次的那個 - 就連有機會競爭前幾名的人 - 他常常一不小心 - 他是會no lift - 對 - 對 - 所以也就是說他們 - 你並沒有把標準定到 - 第一道他們就可以 - 矛起來拿起來舉次數 - 他們其實有時候一不小心 - 像薩包上肩 - 一點點不小心就掉回去 - 對 - 會滾木槓推舉 - 沒有推直 - 這下又不算 - 這其實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 我們接下來2024的這整年 - 其實就會協助大家 - 就是如果各地有比賽的話 - 我們就會把我們有的一些資源 - 或者是我們知道的事情 - 就幫助大家 - 在各個地方辦比賽把它辦好 - 接下來也許 - 未來我們也會再招商 - 我們也會再拔 - 就是把比賽辦得有趣一點啊 - 像 - 欸 我有跟Josh哥講了嗎 - 我有跟何老師講了嗎 - 就是我們未來想要辦的東西 - 有嗎 - 沒有 - 就是我跟 - 就是我跟每個人講 - 也是跟宇宙發願 - 就是比如說我們現在不是 - 我們剛剛提到了 - 我們造就了330位選手 - 對 - 在一場3天的比賽 - 台灣Strongman - 那未來可能會有兩種做法 - 一個系列賽事 - 也許我們會想要辦 - 台灣Strongest Man - 台灣 - 我們現在叫台灣Strongman嘛 - 台灣Strongest Man - 可能就會把量級切得更少 - 可能就有兩個量級 - 或三個量級 - 就五星量級 - 然後我們就辦那些經典的 - Atlas Stone啊 - Circus Stonebell啊 - 什麼loading medley啊 - 很經典的項目就放到 - 這個節目製作上面 - 或者這個比賽製作 - 那另外一個就是 - 你知道這世界上 - 觀影觀賽的人 - 最多的運動是什麼嗎 - 是足球 - 足球 - 對 - 所以只要巴西隊打比賽的話 - 全巴西shutdown嘛 - 足球世界盃就是 - 哇 全部人都關注這個隊伍這樣 - 那我們就想說 - 如果是以像 - 之前不是有一部很紅的 - 體能之巔 - 對 - 韓國百人挑戰那個 - 是 - 他就分出了隊伍 - 你看假設一隊一隊對打的話 - 是不是還可以做一些 - 像尻那個船啊 - 推那個很重的那個船啊 - 也許 - 我就把男舞女舞的十個人分隊 - 可能做法是一隊十個人 - 男生五個女生五個 - 不同量級 - 或者是像 - 拔河比賽 - 十個人總重不超過800公斤 - 類似這種 - 就是他還是有體重的一個概念 - 但是他是一個隊伍 - 變成台灣Strong Team - 可能像這種東西 - 它就是隊伍跟隊伍打 - 你看我們做完這個比賽的預算 - 大概900多萬對不對 - 那假設我跟世界足球賽一樣 - 32隊 - 分組打完之後打16強 - 打8強 - 打4強之後總決賽 - 這樣打完的話 - 如果32個隊伍 - 每個隊伍拿30萬出來 - 除了做比賽的製作之外 - 我們把獎金掛個100萬 - 或是200萬 - 或者是冠軍獎金或多少 - 比如說啦 - 統一集團 - 隨便舉例 - 哇30萬便宜啊 - 出一隊 - 他如果又是課進戰士的話 - 就把那個所有中華隊的人都課進來 - 直接參加一個 - 變成什麼統一夢幻隊 - 也可以啊 - 比如說賓士 - 覺得有興趣 - 有人在練 - 或者是什麼 - 隨便都可以啊 - 那比如說 - 是什麼 - Airwaves - OK - 我就是拿著Airwaves - 這個品牌當作這個隊伍 - 然後我就去目我自己最強的夢幻十個人組隊 - 因為主要他假設分了量級 - 或者他有人數限制 - 你就不可能 - 把所有優秀的選手聚集在一起 - 你再怎麼拿就是最強五個人拿走而已 - 所以如果是隊伍跟隊伍分組預賽 - 然後我把場地拉到比較遠的地方 - 我就比較沒有觀眾的限制了 - 我們就把它當成節目製作 - 把它製作起來 - 然後最後就是有趣的帶看八強四強跟總決賽 - 對 也許是想要把它做成這種隊伍跟隊伍的競技 - 這樣子的比賽 - 然後每個隊伍 - 報名分量可能比較高 - 二十萬 三十萬 - 但是他代表著那個品牌 - 那個健身房 - 那個建設公司 - 其實我們在這一次招商的過程 - 發現的是這樣喔 - 也跟大家分享 - 就沒有一個大的品牌 - 官股銀行或者是什麼 - 他很樂意一次拿這麼多錢來 - 泰投sponsor - 我們的想像就是富邦有錢 - 贊助富邦勇士富邦什麼籃球什麼 - 一年燒幾億的 - 那他應該幾百萬拿出來嘛 - 因為他第一個要有認同嘛 - 棒球有人認同 - 足球籃球也很好理解 - 所以他們在操作這個球隊上面的費用 - 還有一些抵稅啊什麼的 - 那個本來就是可以這麼操作 - 但是在泰投sponsor - 我們台灣大力士的這一塊 - 真的比較困難一點啦 - 我們想像本來是 - 如果說我們富邦台灣大力士 - 玉山台灣大力士或者是統一什麼都好 - 沒有那麼容易 - 就算在敲門敲個幾年 - 好像也是永遠的不容易啦 - 因為那個他們要能夠認識認同 - 最後認購這個有點困難 - 那我就把它拆成32份 - 一個人拿30萬進來 - 我們就製作費用9萬 - 就基本上就已經保底了 - 然後我們在另外早上 - 再把中獎金墊起來 - 然後再把賽制規劃得好 - 也許有機會在未來幾年啦 - 因為他最難的東西是製作 - 就節目製作 - 我們公司目前可以做節目啦 - 但製作一檔超大的帶狀節目 - 這個有點難 - 像最近你有看那個Netflix嗎 - 他們有上那個Spartan的那個實境秀啊 - 就是有幾對上去比 - 對 那個也是蠻有趣的 - 他就直接拉到戶外去比那些戶外的一些比賽 - 每個月都是很狂 很猛 - 如果也是有這樣子的概念的製作團隊 - 或者是製作公司 或者是電視台 - 有這樣的資源的話 - 這個東西可能會比較容易成 - 那也是我接下來兩年的重點啦 - 就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 那32隊 學長應該可以出個三隊啊 - 不行 我們給他設定一下 - 怪獸只能出一隊之類的 - 夢幻隊就好了這樣 - 對啊 你隨便問一個統一 - 這種便宜喔 那我可以出五隊 - 也是要討論一下這些方法啦 - 所以這個就是隊伍跟隊伍的PK - 那我們就可以做很多團體的 - 幾項可以做成團體的啦 - 又具備力量 又具備團隊的概念這樣 - 尤其團隊的概念出來之後 - 有很多像是一些策略 - 策略的研你啊 - 這可能也是一個有趣的地方 - 那再來就是我們之前常提到嘛 - 專項運動裡面 - 它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 不是那個勝負輸贏 - 而是有一部分是他激勵人行 - 在那個挑戰不可能的過程中 - 這樣子不放棄 - 那當人數一多的時候呢 - 那可能產生的問題 - 或者是複雜的狀況 - 那個共感 - 會更高 - 那達到共感也更高 -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用團隊運動 - 來做這個推廣 - 也是另一個不錯的方向 - 我們這幾年也是拍那個CrossFit - 就是幫忙推廣 - 那個去參與那個比賽 - 才發現 - 哇 那個隊伍跟隊伍之間的那個 - 隊友的那個交織啊 - 我有一個旁白說 - 哇 那個隊伍之間也是 - 如同家人般的緊密連結 - 其實我講錯了 - 那根本是超越家人班 - 家人才沒那麼緊密 - 對對對對 - 我才沒有跟著我爸媽這麼 - 真的 我那個旁白 - 我講完錄完之後 - 發現不對 - 是超越家人 - 他們那個隊伍之間的bonding啊 - 我開玩笑 - 因為一起就是去過地獄啊 - 回來真的是天堂般的好啊 - 那個東西真的是蠻特殊的存在 -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成為某種程度上面 - 隊伍競爭的話 - 應該也是可以造就這種 - 隊伍跟隊伍之間的革命情感還是什麼的 - 對啊 -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今年跟未來啦 - 不是說今年啦 - 說未來啦 - 看如果收聽到這個節目的那個 - 乾爹們或是團隊們 - 有興趣的 - 未來如果真的要那個處理齁 - 大家要報名齁 - 考慮一下邱哥的那個快樂成家方案 - 這是什麼 - 不是啊 - 你剛剛不是說跟家庭一樣嗎 - 好快樂成家知道 - 不過這真的是 - 也是有一點money play啦 - 就是要做到那麼高的規格 - 確實要堆到那麼多的製作費用啦 - 那也有另外一種做法 - 另外一種就是 - 把它規模做的單純一點 - 就是比較簡單化一點這樣子 - 就是 - 因為很多前輩喔 - 就抱怨那個比賽之後 - 跑來跟我講說 - 你真的開笑啊 - 你這樣那種玩 - 你看 - 你現在搞得自己都停辦 - 所以你這樣後面怎麼辦 - 這樣很可惜啊 - 你不應該一差 - 弄到那麼高規格 - 弄那麼好啊 - 你知道我們就是求好心切嗎 - 我們就喜歡把東西弄好 - 盡可能的無瑕 - 我們是這樣想 - 就是把整個場地 - 器材 - EMT - 然後救護單位 - 然後所有的人力資源 - 都是以現場的體驗啦 - 就是選手的體驗跟觀眾的體驗喔 - 所以你看我們 - 在比賽之前 - 我們會播影片 - 然後比賽的中間 - 我們有大螢幕可以看 - 然後我們這次的導播團隊 - 不一樣囉 - 我們升級成那個 - 無限印象最貴的直播團隊來了 - 導播團隊 - 他們就專門拍演唱會的 - 然後你看那個導播哥很厲害 - 很會抓 - 我們其實 - 他其實沒有看過 - 我有給他看我們之前的比賽啦 - 就是那些影片嘛 - 然後那導播哥 - 也是非常資深在播體育的導播哥 - 叫做謙哥 - 然後我們就跟他打個招呼 - 第一天不到半場 - 他完全就掌握到脈絡 - 然後你看他很會Cue - 就是我在那邊起架 - 他就會Cue我 - 然後我一直盯著我Cue - 然後選手有反應 - 或是選手回到休息區 - 他會跟拍那個選手 - 對對對對 - 哇我都沒有注意到 - 所以其實 - 他默默的透過影像 - 在跟主持人溝通這樣子 - 然後我同事有FD嘛 - 但同事的FD - 他是現場導播 - 他只是告訴我還有幾秒 - 還有幾秒 - 要進廣告什麼 - 但是我們卻透過畫面 - 其實是很直接的 - 跟導播在溝通 - 蠻有趣的 - 然後我們還有什麼Keyscan有沒有 - 蠻有趣 - 有一個Keyscan超紅的耶 - 紅去國外千萬流量有沒有 - 你有看到嗎 - 就是蓋依依依跟那個Miles - 主持人那一場 - 有一個陳峰嘛 - 反正一個朋友 - 對對對對 - 然後他那邊 - Cue到他跟他女朋友 - 然後就伸舌頭那邊 - 然後就舌速很快 - 然後那個米音就傳到國外去 - 哇千萬流量這樣 - 就很有趣啦 - 就是我們有Keyscan - 然後我們有選手的進場 - 然後我們有選手的開場的影片 - 我們就把它弄得 - 就是很好看的一場表演 - 當然選手沒有在五四三的 - 每個選手就是拼到 - 每一場都能倒地 - 我覺得最衰的是EMT - 對 - 那個保存EMT超級硬 - 每一個回合都要衝出來 - 他真的是 - 這一次是 - 我們之前沒有衝那麼多 - 因為那個重量的關係 - 這一次我們真的重量又重 - 然後時間又多了十秒 - 然後那個全場的那個 - 整個規格 - 燈光舞台影響 - 那個讓大家腎上腺素又爆炸 - 所以幾乎 - 我想像得到每一場 - 就是後面的那個 - 不管是沙包或者是硬局 - 一定都有EMT衝出來把人抬走 - 要嘛抽筋啊 - 要嘛受傷啊 - 完全不可預測 - 然後那個 - 他的報價就是 - 只是很單純的報價 - 他沒有想到 - 哇 - 每一個回合都要衝出來抬人喔 - 他下次就不會這樣幫你 - 因為他根據過去的經驗 - 參加什麼一些運動賽事在旁邊的話 - 他可能可以做了很久很久 - 沒有什麼事情這樣 - 然後就結束了 - 沒想到這個 - 把他過去賺到全部賠回去 - 超硬喔 - 而且你知道那個硬到 - 那個他們第一次遇到 - 這麼大隻的選手 - 大家記得嗎 - 我們巨人 - 對 - 巨人滾木槓推舉 - 受傷了 - 然後EMT衝出來抬不起來 - 對 - 抬不動巨人的 - 真的就是 - 他那個板子 - 那個也是比較小的板子 - 他也不是一個full size - 因為巨人真的很高 - 巨人有沒有190 - 有 反正就是 - 反正就是 - 對 反正他超級高 - 所以那個板子插下去 - 他只插到他的背 - 根本抬不起來 - 所以真的很緊急 - 所以那個 - 後來是大胖扛起來 - 大胖把他扛走 - 對 直接人肉殺爆上肩 - 超扯的 - 他體重100 - 他是U105嘛 - 對 - 對 直接上肩 - 大胖把他抬走 - 那重量重 - 就是張力很高 - 然後這個比賽 - 我們可能陸陸續剪出來 - 影片大家比較能夠理解 - 我們發生什麼事情 - 我們接下來 - 也是我們後期的地獄 - 對對對 - 剪輯地獄 - 剪輯地獄 - 跟大家講 - 我們拍完這三天的比賽 - 你知道現在市面上 - 最大的單顆3.5吋硬碟多大嗎 - 最大的單顆硬碟最大就是22TB - 一顆 - 你知道一場台灣大概是2023年 - 就21個TB - 哇 - 21個 - 就是所有的CAMERA - 加上就是CRAN啊導播啊 - 跟所有的那些油機 - 加起來21個TB - 我要買4顆 - 一顆會2萬 - 超級貴 - 而且那個檔案超級大 - 所以很多人敲碗說 - 秋哥你什麼影片會出來 - 什麼時候出來 - 會啦 - 會啦 - 就是 - 就在下一屆比賽之前會出來 - 大家不要緊 - 需要一些時間 - 五仙級的一次 - 那個很大耶 - 你知道為了這個 - 你知道為了這個 - 我還花了20萬去裝一台NAS - 200T的NAS - 因為那實在太大了 - 所以那不是開玩笑 - 就是我也是第一次這麼多海量 - 有有有有 - 進來 - 剛好我們還在邊開玩笑 - 然後你跟我講說 - 你去做NAS的時候 - 整個下台 - 真的啊 - NAS 200T - 我想說哇到底 - 然後大家說你怎麼不用雲端 - 我說你知道Google雲端 - 台灣最貴最大的容量一個月是多大嗎 - 30T - 對啊 - 台灣大力士就21T了耶 - 所以多恐怖啊 - 你知道我們其實根本不是賣呼吸的 - 我們是一個影像製作公司的你知道 - 我們還弄NAS - 他還說怎麼可能你要NAS 200T - 我說真的真的 - 我們需要這樣子 - 哇 - 我們會delay啦 - 如果你看我們頻道啊 - 我們還在剪去年的影片 - 對 我們去年的影片 - 現在在剪到11月喔 - 11月還沒碰到12月喔 - 我們有一個那個 - YouTube時間差大概三四個月 - 我們就慢慢追啦 - 那今年接下來我們也會 - 多拍怪獸獎場第四季 - 對 第四季我們把它慢慢的rolling回來 - 然後還有很多啦 - 還有很多訪談 - 然後也有很多 - 我們本來就有在經營的一些節目 - 慢慢把它把它拍回來 - 那當然還有我們Podcast啦 - 我們之前Podcast可以周更 - 喔 台灣大師之前之後真的是 - 所以啊各位相信 - 辦比賽真的是 - 體力浩劫 心力浩劫 - 這邊浩劫之外 - 欸還有一件事情會浩劫 - 欸什麼 - 就是靈魂的浩劫 - 欸我應該沒有跟你們講 - 我只有跟少數幾位講 - 欸我壓縮我不確定有沒有提到 - 其實我辦完大概是之後 - 三個禮拜 - 陷入非常嚴重的憂鬱 - 喔 - 教育科可能不知道 - 我只有跟 - 那個時候我只有跟 - 黑熊跟必有兩個人講而已 - 我老婆甚至也都不知道 - 我每天都想死 - 我每天都超憂鬱 - 想要自殺 - 超級奇怪 - 就辦完一場 - 哇這個大家都很很開心的一個比賽之後 - 我陷入重度憂鬱 - 我完全不是現在這個vibe - 我完全是每天醒來就覺得 - 幹我為什麼活著 - 我可以去死了 - 我差不多了 - 我可以走了這樣 - 每天都想說 - 欸那我 - 等一下可以怎麼死 - 怎麼死 - 怎麼會比較 - 就是合乎邏輯這樣 - 你有尋求專業協助嗎 - 沒有 - 因為我發現人在那個moment的時候 - 可能沒有病逝感 - 我那時候想說 - 這個反正就這樣了吧 - 這其實蠻危險的 - 因為如果有死的念頭 - 那是第一步 - 但想到死的方法 - 那已經第二步了 - 我已經很靠近了 - 進入stage1 - stage2 - 所以我們在國外在收訓的時候 - 他們提到說 - 瑞圓跟一個人開口閉口說想死 - 那是還第一步而已 - 如果他已經在找方法了 - 他就說這個方法好不好 - 那個方法好不好 - 我說這時候要趕快尋求協助了 - 那個時候 - 我怎麼講 - 就是我那個時候 - 自己苦惱的是 - 我為什麼會想死 - 我為什麼會想要 - 我為什麼會憂鬱 - 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 雖然賠了那麼多錢 - 但是錢再賺就有嘛 - 就未來好好賺錢 - 把錢慢慢賺回來 - 就沒差嘛 - 也不是說 - 就是心靈 - 我後來 - 看到了一篇PTT的文章 - 我有分享 - 它叫存在的意義有沒有 - 有那片經典 - 哇 那些什麼 - 眾神街智障那一篇 - 就那邊我分享在下面 - 那邊講得非常好 - 我就是看完那一篇 - 我才理解 - 我為什麼憂鬱的原因了 - 但是在救我回來的一個簡單的兩件事情 - 一個是 - 我那時候在比賽前我就抱了一個 - 比賽完的一個陽金三批騎腳踏車的比賽 - 然後我一個人就去嘛 - 然後也沒有找誰 - 我就一個人去拍 - 一個人去騎 - 我也沒騎完 - 我也沒有隊友 - 我就一個人獨走這樣子 - 然後騎到 - 跟去年一樣 - 騎完兩批之後我就撤退了 - 因為第三比賽太難了 - 騎完我的那個腦袋血路就通了耶 - 還好我有抱那場比賽耶 - 我不知道 - 我比賽完之後中A流啊 - 然後身體很差啊 - 就很痛苦啊 - 一直咳嗽啊 - 然後就騎了那場比賽之後 - 就有點回來一半了 - 反而是一個重度的挑戰 - 浩劫了體力之後 - 我的心情跟那個思緒就有點回來 - 然後這是第一個 - 然後第二個是我過了幾天 - 又看了Dave Chappelle的一個喜劇的一個影片 - 他的一個新的叫Dreamer - 看完我才發現 - 其實會有這樣子的impact - 應該就是我的就是我的Dream big - 所以我要就是要這樣子想 - 我才不會想要去死 - 然後第三個我就看到PTT那篇文章 - 在講存在的意義喔 - 就是那個Sisyphus的那個 - 人為什麼想死只有兩個原因 - 一個是什麼人生沒有意義 - 一個是世界太荒謬什麼的 - 他就在分析你這個 - 你從一個單純的社畜 - 變成他們哲學的悲劇的英雄 - 一個悲劇就開始了這樣 - 然後那篇文章非常值得萬味喔 - 我看完之後發現 - 其實這是一個必然 - 就是我做的這些事情 - 我會開始自我懷疑 - 我會開始想說那我還要存在嗎 - 我如果停辦了之後 - 那我下一個奮鬥的目標是什麼 - 它不是錢的問題 - 它是一個指標的問題 - 這個還蠻好奇的 - 就是何老師 - 你會覺得我發生什麼事情 - 其實我到目前為止 - 我都不確定我發生什麼事情 - 我只是大概看得出來 - 我大概怎麼了 - 當然那個想自殺的部分 - 要找天豪哥聊一下 - 對對對 - 我要問他一下 - 我要cue他 - 但是其他的部分的話 -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 這其實是一個 - 浴火鳳凰的過程我覺得 - 就是在有 - 有所渴求 - 有所渴望 - 然後呢 - 在一路追求之後 - 然後呢 - 得到了一些啟示 - 可是這一時之間 - 可能還沒有 - 還沒有看懂那個啟示是什麼意思 - 而且這對運動員有很多 - 其實現在運動員也有那個 - 奧運賽後憂鬱症 - 這種情形 - 也是會有 - 對 這其實蠻著名的 - 就是有些運動員 - 甚至他是得獎的選手 - 然後呢 - 他可能過去十幾年來 - 就為了這場奧運做準備 - 然後終於得到一個結果 - 可能拿金牌 - 可能拿前幾名 - 然後呢 - 他突然之間 - 他這個回來之後幾天之內 - 發生憂鬱的症狀 - 那其實有人說就是 - 人生本來很簡單 - 因為他有一個很清楚的目標 - 而什麼東西都可以 - 都可以為這個目標而犧牲 - 但是呢 - 當這個目標突然間結束了 - 那下一站不知道在哪裡的時候 - 那種習慣 - 所有的事情都 - 用同一個目標回頭來 - 衡量的依據是不見了 - 所以本來他的生活是很簡單的 - 即時要起床 - 因為要訓練 - 然後你要吃什麼 - 這個可以不可以吃 - 對身體好可以吃 - 對身體不好不能吃 - 這都非常非常簡單 - 因為你有一個比賽在那裡 - 而甚至有一些麻煩的事情 - 惱人的事情 - 就每個人 - 每個人不管你做什麼生活 - 你還是會面對什麼 - 什麼塞車 - 對 - 什麼 - 什麼deadline - 然後什麼亂七八糟 - 這些大小爛事 - 但是呢 - 當你有一個清楚的目標的時候 - 你就知道說 - 這些都不重要 - 那只有這個 - 比賽是重要的 - 那所以呢 - 其實我自己在回顧 - 我的選手生涯裡面有類似的情形 - 就是說 - 其實呢 - 如果假設你最近有點受傷 - 然後身體也不好 - 或怎麼樣 - 你不會想太多 - 你只想說 - 會怎麼樣整理成一個 - 可以出賽的狀態 - 但是呢 - 選手退役的時候 - 你就會想說 - 這個呢 - 這算什麼時候會好 - 會不會有後遺症 - 會不會幹嘛 - 然後呢 - 每天在那邊 - 患得患失的 - 會想得比平常還久 - 但事實上以前只有一個想法 - 會不會影響比賽 - 會治療 - 不會 - 不管他 - 就這樣子 - 那所以呢 - 一些原先很容易下決定的事情 - 突然之間 - 少了那個做決定的依據 - 那個好像是 - 有點像是說 - 你突然之間飄在水上 - 然後沒有任何東西抓得到 - 那你得試著 - 就直接在水上面載覆載沉 - 而那個感覺是 - 其實是令人恐慌的 - 所以有些時候那個 - 還有一個像 - 大家知道有一部電影叫做Hurt Locker - 我忘了那中文叫什麼 - 什麼 - Hurt Locker - 它講了一個 - 打仗 - 拆炸彈的專家 - 然後呢那部戲呢 - 其實它裡面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片段 - 不過它整個過程在形容一個什麼 - 一個打仗打上癮的老兵 - 打仗打上癮 - 然後呢它其實有機會被調回家鄉 - 但它仍然一直 - 它的家人都希望它留在美國 - 不要到國外再去出任務 - 但是它一直在想著 - 它沒有打仗 - 它找不到意義 - 它每天看著那個 - 去那個賣場購物 - 買日用品回來 - 掃地 然後整理屋頂 - 什麼東西 - 這些大小事情 - 平淡到讓它難以忍受 - 但是呢只有在那個拆炸彈的過程 - 它感覺到這個存在 - 它感覺到活著的快感 - 我大概理解 - 其實都會有這種 - 你說運動員啊 軍人啊這些 - 那那個很著名的Fast and Furious - 叫什麼 - 玩命關頭 - 它裡面也有說 - 說其實那個什麼 - 你是You missed the bullet - 你離開那個戰場的時候 - 你會想念那個子彈 - 你會想念那個子彈 -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 - 也描述過這個東西 - 新世紀福爾摩斯 - 那個新的那種 - 英國新拍的那個 - 就是已經會上網 - 已經會用手機的福爾摩斯 - 在現在 - 它裡面那個Watson - 剛開始的時候 - 它也是打完仗回來 - 對 - 它有點不明原因的跛腳 - 然後呢 - 它日常生活中 - 有點行動不便 - 需要主拐杖 - 然後但是知道它 - 它本來是軍醫 - 後來回來要當個門診小醫師 - 這樣子 - 然後它的那個健康狀況 - 就有點不太對 - 但是呢 - 等到它的神奇室友Homes - 出現的時候 - 帶它開始出生入死 - 然後呢 - 某次呢這個 - 它跑起來對不對 - 對 - 某次它拐杖忘記了 - 對 - 拐杖忘在什麼地方 - 它發現最 - 原來呢 - 其實它懷念那個打仗的那種過程 - 然後反而是回到正常日子以後 - 會適應不良 - 這些其實都是在說我們 - 我不覺得 - 我不知道說 - 當然你 - 心理的狀態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 但我們只是在用幾個角度來描述 - 同樣的一個現象 - 就是說 - 其實在我們人生中 - 如果有一個 - 轟轟烈烈的目標 - 那其實你面對人生的大小事 - 其實是變簡單的 - 在當那個目標消失的時候 - 其實所有事情都變難了 - 好像也是 - 不過也因為有 - 這麼大的一個project執行啦 - 執行完這個project之後 - 現在回復一個比較是 - 我自己的一個角色 - 就是 - 我就是一個上班族 - 一個電子職業轉職的 - 一個中年大叔 - 想要訓練變強壯 - 那我也是這麼想 - 我也是這麼參與 - 甚至我最近還跑步騎腳踏車 - 還去什麼看什麼自行車展 - 然後自己先是還胎賽 - 我盡可能的參與 - 那我就想說 - 那我把這件事情 - 好好的做好 - 就發現 - 也不容易 - 就是你要規律訓練 - 像上禮拜 - 幾乎快要達成一週五練的那種狀態 - 就是禮拜一到禮拜 - 我每天都練喔 - 如果要好好的做這個 - 原本設定好的這個角色 - 該做的事情 - 其實也就非常的困難 - 那之前為什麼會覺得 - 那好像不重要 - 就是因為真的更大的目標 - 當然大家一直 - 太重要了 - 那個細節實在太多 - 真的太多 - 大家如果記得 - 就是從外面攤位到裡面 - 的所有的橙色百列設計 - 入場進場 - 那個真的是花了11個月啦 - 我們家人都快被我操死 - 抱歉 - 今年大家就不要那麼操 - 我們就好好的學長升級 - 但是大家的這個 - 運動跟大家該扮演好的角色 - 大家有稍微在回魂一下啦 - 像我也是這樣想啦 - 所以就是 - 開始參與一些比較積極的 - 主動的訓練 - 然後參與一些比賽 - 然後跟協辦一些比賽 - 就差不多是應該是一個正常的模樣啦 - 那未來如果有其他的更大規模的挑戰 - 我覺得真的是 - 學長之前也是提到嘛 - 在跟Josh哥的題目上提到說 - 這個可能是我們整個產業要一起來想辦法 - 對 - 因為我真的資金有限啦 - 資源有限嘛 - 生命有限 - 你看靈魂也有限喔 - 就燒了一次 - 這弄一次就都快死 - 這物理快死掉那種 - 都會物理自殺的這種 - 這可能就是要看怎麼樣去把它 - 完成某種程度上的接力 - 我們可能要慢慢的在這個產業裡面 - 去規劃某種配型 - 就回到一個fundamental上面 - 好我們可以辦什麼樣子的比較小的活動 - 然後未來可以用什麼比較大的活動去接應這樣子 - 其實我還是 - 我會覺得說 - 不必太負面的看待你後面的這一段反應 - 因為我上次在尾牙的時候其實有稍稍提一下 - 我說我最近迷上一本書 - 其實它是一系列的書 - 叫做反脆弱 - 是是是是 - 那其實它裡面提到的 - 那不是一本喔 - 那是一系列 - 它有一系列的書 - 那不過反脆弱是它其中一個總論 - 它講說反脆弱其實就是 - 自然界 - 包括人類社會裡面一個很特殊的特性 - 它就是幫不熟悉這個名詞的人 - 的聽眾稍微解釋一下 - 就是說 - 假設你要寄一堆玻璃杯給你的朋友 - 然後呢 - 那你會在紙箱上面貼上什麼東西 - 提醒這個 - 就是fragile - 對 提醒那個貨運 - 拜託你不要把他打碎 - 上面有寫一個易碎物 - 叫易碎 - 那小心易碎 - 那他說呢 - 東西敲了就會破掉叫做易碎 - 那請問你 - 有什麼東西是易碎的相反 - 那有的人 - 大家第一個直覺就是說 - 那就是很堅固 - 例如說裡面都是鐵杯 - 這樣子的話就摔不破這樣子 - 它其實不是的 - 鐵杯它是堅固而已 - 它說脆弱的相反 - 我們人類社會裡面 - 目前沒有給它一個專有名詞 - 所以它只好暫時把它叫做反脆弱 - 但是反脆弱性它想描述的是什麼呢 - 就是一個東西呢 - 脆弱是敲了會碎掉 - 堅固是敲了不會碎 - 但他說有一種東西敲了會變強壯 - 這叫反脆弱性 - 而他說呢這種東西在人類社會裡面 - 到處都在出現 - 例如說你做重量訓練 - 你壓過以後 - 其實壓重量過程是一個摧殘身體的過程 - 但是呢我們人類其實很早就發現 - 其實壓過以後你會變壯 - 對 - 你不只是壓不壞而已 - 你是壓了比原來更壯 - 那有很多事情也是這樣子 - 包含人生中當然一些挫折 - 挫折改變了一個人 - 而通常如果你撐得過去的話 - 你的反脆弱性就會長出來 - 所以不管是在人類社會 - 或是政治制度或經濟制度 - 像有一些經濟制度我們 - 讓這個經濟某種程度上 - 給他一些自由競爭 - 不是某種程度上 - 應該說是很大程度上 - 給他一個自由競爭 - 你會發現呢 - 那個整個經濟體的韌性 - 越來越高 - 不會被一兩個風暴給全部打垮 - 而這就是反脆弱性 - 那這在人類社會裡面 - 那再來就是什麼 - 再就是教育也是一樣 - 如果說呢我們一直要 - 把學生抓來教室裡面 - 照本宣科的 - 告訴他世界是怎麼運行的 - 其實他的能力是越來越低落的 - 但是如果把他丟到真實世界裡面去 - 叫他做個小生意 - 叫他做個小工作 - 叫他做一件事情去體驗那個成敗 - 其實他馬上的能力就成長了 - 所以呢其實反脆弱性就是這樣 - 所以呢我覺得其實 - 反脆弱性它也可能發生在群體的 - 像台灣大力士的這個命運 - 從一開始往這邊走 - 其實我覺得他正在經歷一個反脆弱性 - 而其實我們有看到他在發酵 - 例如說很多的業界教練 - 你看他個人的IG上面 - 他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 他在丟沙包 - 他在扛滾木槓 - 你會發現說在幾年前 - 這個東西是沒有人要懂的 - 確實對 - 那而且呢現在我們看到說 - 大家群起開始舉辦小規模的比賽 - 我會發現呢大力士 - 這個SBD台灣大力士 - 第0屆和第1屆 - 其實幫大家承接了反脆弱性要產生 - 必然需要承受的那個迎頭痛擊 - 但是呢這個運動項目的反脆弱性 - 現在才剛剛開始發芽 - 其實我們應該可以期待看到他 - 只是比較可惜的 - 比較可憐的就是說呢 - 這種過程常常要有人去承擔那個 - 有人要去承擔那個 - 先走在最前面擋子彈的那一個 - 先挨個幾下 - 然後讓整個產業動起來 - 其實從反脆弱性的角度來看 - 有些時候有些 - 有些分析其實是蠻- 你乍看之下是很殘忍 - 但實際上其實是你很難反駁它的道理 - 像作者就有說了 - 鐵達尼號如果沒有沉的話 - 大家會用一樣的造船法 - 造出一大堆那種船 - 接下來要沉的就可怕了 - 接下來要沉的就更大台 - 或是更多的艘同時 - 但是第一艘嘗試就出事情 - 造成了後面整個修改了 - 關於這些風險的評估和船隻的設計 - 那所以說呢 - 其實我相信還好我們說呢 - 所以反脆弱性最後告訴我們什麼呢 - 就要做那種 - 不會死掉的嘗試 - 要勇敢 - 如果坐一次就完蛋 - 鐵達尘就沉了 - 那一艘船真的很可憐 - 是 - 但是呢如果說你現在是 - 試行一艘出去 - 然後呢 - 看看這樣會吃水喔 - 這樣會進水喔 - OK 那我們得到教訓了 - 那這時候後面呢 - 我們就開始調整調整 - 那這個後來這個整體 - 就會越來越強大 -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 當然呢 - 這個 - 這個700萬不是小數目 - 我絕對不敢講說那個很簡單喔 - 但是我覺得其實往後看 - 嗯 - 其實是 - 前情是看好的 - 因為其實分享這個 - 就不是什麼秘密啊 - 就是我花多少錢 - 或者是 - 要列出來都 - 都不是什麼特別的秘密 - 因為它就是 - 基本需要的 - 燈光舞台音響多少錢 - 然後你導播多少錢 - 然後影片製作 - 現場FD - 幾個公眾人員 - 幾個那些 - 其實都估算的出來啦 - 甚至我們 - 假設外包給其他貨物公司 - 可能就是更貴而已啊 - 對 - 我們已經有大部分 - 大概七成是我們自己處理了 - 我們現場有出動公安公司 - 照顧公讀生 - 協助進場啦那些 - 那些以外拔掉的 - 如果整個都外包 - 那會更貴 - 這第一個 - 而且第二個是我們有非常多的 - 好兄弟們來幫忙 - 就是重量的部分喔 - 對 - 所以相對起來看 - 我們也是示範了一個 - 大概花多少錢 - 可以有這樣子規模的一個模板 - 給大家 - 也許有更便宜的方法 - 一定有 - 就是很多配套都先拿掉啦 - 你就是 - 本來規格就是這樣嘛 - 你可以買一台 - 簡單的車子 - 你也可以改裝車 - 什麼特飾版 - 什麼各種 - 從最基本的買到最高 - 都可以喔 - 那我們就想說 - 試試看一個天花板 - 是能夠多少錢這樣 - 不過還好啊 - 我辦完比賽過年 - 都沒有欠過年 - 欠錢都還了 - 全部都還了 - 沒有欠錢啦 - 就是結帳都結 - 我沒有欠誰錢不用擔心喔 - 我沒有招喔 - 手機也都沒換 - 對 - 這個就是順利的 - 就是把他 - 就是把他 - 就是辦完這個活動 - 現在就是看 - 未來可以怎麼做啦 - 這個我相信 - 現在 - 實在進步 - 我不覺得未來 - 辦活動有那麼困難 - 我覺得就是可能 - 預算可以再低一點 - 或者是頻率 - 或是規模 - 去看怎麼調整 - 那之後再說 - 反正大家知道 - 知道Strongman是怎麼一回事 - 我們也會鼓勵 - 有新的單位 - 如果有地區想要辦的話 - 都可以嘗試的辦看看 - 很辛苦沒錯 - 但是費用上的話 - 不要像我們這麼誇張啦 - 我們那是真的是 - 從頭到尾都是很 - 光是選定那個場地 - 場地這樣加起來170嘛 - 但是這也是供訂價啦 - 就是也沒有什麼好那個 - 然後主要是我們從服裝 - 我們從示眾 - 我們從影片的歸 - 就討論分享 - 然後到手冊 - 還有很多啦 - 那細節其實是非常的多 - 我們也是嘗試了兩屆 - 把很多東西很低調的做出來 - 第一屆也許不是很完美 - 那很多酸民就罵 - 那第二屆酸民造罵 - 但是已經不是在罵比賽 - 不能用酸民來罵 - 來評估自己做得好不好 - 其實酸民罵是一個 - 輸入反脆弱刺激的過程 - 不是真的評價你做得好好的過程 - 我覺得做得已經非常非常棒 - 但是呢 - 一定會有人罵的 - 你放心 - 對 我是覺得第一屆罵的比較 - 有道理我們有沒有做好的 - 我們就第二屆全部改善了 - 盡可能的改善了啦 - 然後還是有很多人愛罵 - 不過我是覺得 - 已經不是在罵我們辦的好不好了 - 已經在罵一些異象型的亂罵了 - 這樣就是我就是 - 我就是反對邱格這個人 - 他就是資本主義的走狗 - 這樣就是一個奸商 - 這樣辦這個比賽就是要徒利 - 就是所有你們這些合作廠商們 - 現場的這些贊助廠商都是垃圾 - 哇 我覺得 - 所以我們也都有幫兇就對了 - 對你們全部都是 - 每一個人 - 連裁判長都要被罵 - 突然之間才知道自己這麼邪惡 - 對啊 - 劉老師你當裁判長也是要 - 接受我們子彈的考驗好不好 - 而且我已經接受了多年了 - 我在修煉自己的反脆弱性 - 對我們都是 - 不過這些酸民就隨便啦 - 大家看笑話 - 不過我們是覺得未來也期待這些人啊 - 也可以想辦法辦場比賽 - 啊不是酸喔 - 我不是回酸你 - 我是想說 - 如果可以的話 - 你就試看看 - 我去贊助你 - 你慢慢等 - 喔 等不到的 - 對對對 - 那些批評輸的人 - 後來自己很少都寫書 - 很少寫書 - 啊有道理啊 - 批評運動員的人很少是 - 很多人自己不是運動員 - 是啊 - 對 - 那批評公共事務的人 - 很多人什麼都不願意參與 - 我剛才看那個環台賽啊 - 就是現場有直播嘛 - 今天到了第二站桃園站 - 哇很多人在看啊 - 然後有很多人嘴啊 - 就是說哇這怎麼那麼慢 - 然後怎麼那麼快 - 這樣也可以嘴喔 - 什麼都可以嘴 - 各種都可以嘴 - 我就哇塞 - 你們是騎得沒關係 - 這都是二級車隊的咧 - 這應該是 - 就是以色列國家冠軍在那邊衝刺 - 你也可以嘴 - 我就覺得哇塞 - 是啊 - 就各種啦 - 各種啦 - 不過今天這個單集 - 稍微小聊一下 - 因為其實過的時間有點久了 - 我其實就是一個那個震盪期過完之後 - 我有一個奇怪的斷片這樣 - 就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 就是我那天 - 那三天不是很多起架 - 退架 - 又起架 - 退架 - 一直這樣上衝下去 - 然後現場來很多人就 - 哇就很熱情 - 跟大家打招呼什麼 - 然後比賽完之後遇到他 - 我說欸 - 你有沒有來開比賽 - 他說有啊 - 你跟我聊天聊了十分鐘欸 - 我說我跟你聊天聊了十分鐘在現場 - 然後我不記得 - 你忘記了是不是 - 然後我想說天啊 - 我是受了什麼刺激 - 太棒了 - 我只有以前在考試的時候 - 會發生這種情形 - 考試 - 就是看了考卷的時候 - 覺得這東西有教過嗎 - 我想說 - 你有來 - 然後我有跟你打招呼 - 我跟你聊天 - 我完全不記得 - 天啊超恐怖的 - 就是 - 是不是腦袋啟動了某種 - 保護機制 - 在某些section裡 - 斷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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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 我們叫PTSD - 對啊可能是某種 - 但是 - 真的有可能對我來講 - 他是一個 - 要問天好哥 - 搞不好對我來講 - 是個創傷 - 有可能喔 - 毛可憐 - 但是我就有點斷片斷片 - 所以現在 - 要回想起來 - 我弄了哪些事情 - 當然要回去整理 - 看那些note - 就是我們從廠商聯繫 - 然後到部展 - 到所有的舞台燈光設計 - 我們甚至都畫立體圖出來喔 - 我們那個提案樹裡面 - 有很清楚的立體圖 - 然後可以容納多少人 - 然後周圍怎麼做 - 然後燈光怎麼偏重 - 然後怎麼弄 - 我們聲音怎麼弄 - 然後音壓多強多大 - 不會被吵 - 不會被罵 - 什麼就是這種 - 結果我們這些都弄得還不錯 - 被罵都是有那個趴欄杆 - 超煩 - 台大體管 - 應該是沒環沒了 - 怎麼講都沒有 - 怎麼講都沒有 - 叫他不要趴欄 - 沒錯啊 - 但是你也不用一直來吧 - 那個台大老師 - 不然你們就改一下場地嘛 - 把男人趕都拆掉啊 - 會趴欄的是不是 - 問你剛剛說的那個 - 斷片的那個狀況啊 - 也有類似像 - 運動心理學裡面 - 有那個心流狀態 - 就是flow state - 有些運動員 - 例如說像這 - 投手變化球投過來 - 然後呢這個 - 這個打擊手呢 - 眼睛一閉 - 一揮棒 - 就拳雷打 - 然後有些大滿貫 - 然後回來人家就說 - 問他說他到底是怎麼樣做到這點 - 他說完全不記得 - 他完全不記得他怎麼選球呢 - 他完全不記得為什麼要打 - 他完全不記得打中的球飛哪裡 - 他只知道沒命的一直跑 - 等他回過神來已經拳雷打了 - 對 - 那這種其實就是心流狀態 - 就是你在很努力做一件事情 - 而且那是你的訓練有數的專業 - 然後呢你高速運轉的時候 - 他進入一個自動化的狀態 - 而自動化的狀態你的反應會奇快無比 - 但是呢等到你回過神來 - 你不太知道剛剛發生什麼事 - 對 - 這就是flow state的一種狀態 - 有時候會甚至產生 - 時間和空間的扭曲感 - 也就是說那個時間 - 你覺得可能過了幾分鐘 - 那就可能是三秒 - 然後你可能覺得說 - 那剛剛不是已經過了嗎 - 已經那個一瞬間過了 - 他說沒有啊 - 那個狀況持續了大概20分鐘這樣子 - 這都有可能 - 他說他跟我聊了10分鐘 - 然後我 - 印象中可能沒有 - 你可能已經整個腦袋自動化 - 在表現 - 那是你上舞台 - 然後去努力演出的過程 - 然後所以呢你 - 那時候有沒有簽下什麼賭債之類的 - 我甚至不記得說 - 我在拿幾場比賽做了哪些表情 - 我只記得一些突發狀況啦 - 就是對 有一些印象深刻的突發狀況 - 但是在一些比較順暢的flow裡面 - 確實我做了什麼表情 - 我其實不確定我都忘了這樣 - 你這還好啊 你只是忘記而已 - 像有的會整個就創意 - 就創造記憶 - 就像有些運動員 - 人家會問他說 - 你剛剛是怎麼樣 - 我說我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 我看到那個球來 - 所以我就怎麼樣怎麼樣打 - 結果他講完之後 - 要換放那個回放的時候 - 完全不是那樣 - 完全不是那樣 - 他整個人活在別的情節裡面 - 但是就這樣誤打誤撞的 - 把球打出去這樣子 - 喔 - 有可能喔 - 對 - 對 啊 Josh哥這次台灣大隊 - 是幫我們很多耶 - 你是賽道裁判 - 而且你還支援攝影的部分 - 沒有沒有沒有 - 怎麼可以那麼忙 - 沒有沒有沒有我只是在那邊 - 晃來晃去而已 - 沒有我們這次就是從 - 賽道裁判助理裁判 - 我們因為要執判比較辛苦 - 然後我們就分成裁判跟助理裁判 - 然後還有小蜜蜂還有司儀 - 我們這次就 - 全部都加好加滿啦 - 然後甚至有點勞力士有點太多 - 我們後來都會請勞力士們蹲下來 - 不然就直接這樣 - 前面幾場 - 真的人太多 - 大家很熱情啦 - 想要保護他有沒有 - 大家都站在旁邊 - 很辛苦你知道 - 因為蹲了老半天 - 突然站起來搬東西是很累的 - 對對對對 - 我們一開始前幾場比賽 - 如果有在現場的朋友拍子 - 就是勞力士當然是想要保護選手 - 他貼身的比較站著 - 等於把他圍起來了 - 圍起來後來我們在後面兩天 - 我們就把勞力士撤走 - 把他請他們蹲在尾巴這邊等 - 以後可能也會比較偏向 - 怎麼講 - 都是我們多準備的 - 因為你如果看那個 - 阿諾貝的比賽 - 或是你看那個楊哥去那個比賽 - 對 - 他不管做什麼 - 旁邊絕對不會有人 - 是 - 就是你拘了你就自己 - 就靠自己了 - 對自己爬起來 - 或是斷了就不管 - 反正等一下會有人來救你 - 他就完全沒有那個 - 我們當然是覺得很多素人 - 我們會擔心 - 因為很多人不確定他的那個 - 反正一直以來都會有那種問題 - 就是你會填三項資料 - 要進來我會分組嗎 - 都是我個人排 - 我可能知道你很強 - 我會幫你好好的排 - 但是也有一個狀況是 - 他們會唬爛自己的三項成績 - 然後我有時候 - 也有那個總冠軍 - 其實被排在A組的 - 對啊 對啊 - 他謙虛了他的三項 - 所以也是有這種 - 被放到素人組去 - 然後不敢過度的說 - 其實那時候出現過一次 - 我還是寫一個做組的重量就好 - 對 有一個女子組的那個 - 我寫一個我上禮拜狀況不太好的時候 - 做的重量 - 對對對對 - 就是也有很decent的人寫得很謙虛 - 就是我沒有那麼強啦 - 就是也怕自己被翻到什麼組去這樣子吧 - 死亡之中 - 所以就是變成會有總冠軍第一名 - 那個女生被排在A組來B組 - 結果她就是每一項都第一名 - 嚇死人 - 然後也有那種舉重選手 - 不過看來就是大家越來越有sense了 - 在報名比賽的時候 - 因為通常填出來的都是多的 - 去年第一零屆有很多人是做不到那個重量 - 硬報名的這樣 - 對那我沒有勸退人家啦 - 但是他就是比較尷尬 - 他拉不起來推不起 - 推不動在那邊動 - 那今年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做 - 但是只有四分之一的不到的人做得完 - 所以那個強度算是一個 - 我們之所以把所有的成績 - 所有的重量都放在影片上面 - 就每個規則我都在影片上面講解 - 然後也去市中那邊做示範 - 所以那個東西比較難製作沒錯 - 大家就參考沒差 - 真的沒差 - 富士街上也沒差 - 都可以喔 -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 - 然後定出來那個重量就是一個指標 - 要給所有後面要辦的人一個參考 - 大概那個量級那個重量就是很重了 - 或者是地零件這樣很輕了 - 都可以當作參考指標啦 - 其實那個賽會管理和裁判法 - 本來就是體育系裡面的一個專業 - 它是一個 - 對 它是一個 - 它是還有課喔 - 它還有課喔 - 怎麼弄一些活動的 - 對 賽會管理 - 對 還有這個裁判法規那些的 - 怎麼樣制定什麼秩序策 - 然後呢怎麼樣分組 - 然後還有就是 - 那運動管理 - 體育管理那邊 - 運動管理那邊就會有一些 - 從賽前的聯繫 - 到場地 - 然後到什麼動線 - 什麼的 - 那個都是 - 那課都很硬啊 - 那都管理學的課 - 很硬喔 - 然後呢作業很多 - 然後呢要一直模擬 - 對 - 那其實是蠻不簡單的 - 我以前不是學管理的 - 不過我大概有去 - 稍微接觸一下這些東西 - 我看了就知道 - 那個複雜度 - 超過我的那個耐受度 - 我大概知道那個 - 其實那個細節實在太多了 - 我就在那個細節裡面 - 每一個節點都有我的影子 - 所以那個之複雜之困難 - 我只有一個建議就是 - 它其實可以不用那麼複雜啦 - 如果大家想要辦比賽的話 - 可以再稍微簡化一點 - 不是壞事 - 絕對不是壞事 - 對 - 我一開始可能過度擔心 - 然後後來 - 半晚之後會有那樣子的上衝下襲 - 我也是沒預料到的 - 我至少喔 - 至少 - 我只有一個結論喔 - 就是 - 只要有訓練喔 - 就之前我們跟那個維銀老師 - 有拍過一個小廣告說 - 喔那個 - 訓練啊 - 不管你一整天遇到什麼阿爪的事情啊 - 只要你有訓練 - 別人會開心 - 你就這些都是小事 - 對 - 是真的 - 那個腦內飛還是什麼 - 我其實一直不知道 - 那個肌轉到底是怎麼肌轉 - 但只要我練完 - 我就會覺得阿沒差 - 反正前在這邊有練完就覺得酸米多去 - 或練完就覺得這些重量 - 也許有一天我練得到 - 就會有一個比較正向的一個想法 - 比較沒那麼酸啊 - 所以我還是蠻推薦 - 有任何比較心情不好 - 或憂鬱的傾向的時候 - 可以考慮一下 - 去騎一趟什麼陽晶三皮 - 地獄一次 - 或是很難的一個挑戰 - 然後有人陪你 - 其實可以阿 - 因為其實我那比賽也不能說每人陪 - 因為很多選手都遇到認識的這樣子 - 所以也是某種程度上的 - 一群比賽的人陪伴著你喔 - 我那個騎完我就會囉 - 腦袋就這樣通了 - 我也不太知道 - 怎麼形容那個開跟關喔 - 就是 - 就打開了這樣 - 就沒事了這樣 - 我也不擔心自己了 - 類似這樣 - 反正後面的事情就是把它接上補上 - 心情就豁然開了 - 我就消失三周之後就回來了 - 就開始謝謝大家 - 還有我們的贊助廠商 - 然後我們吃尾牙 - 然後接下來把影片趕快剪 - 現在也開始陸陸續回來 - 像趴K的節目啊 - 這個就是一個可能我的過程 - 每個人可能不一樣 - 那節目的最後 - 因為我們等一下來聊 - 我們剛剛有提到的反脆弱一點 - 你知道為什麼嗎 - 為什麼 - 之前有一個很有名的貼文啊 - 你一定知道啊 - 什麼以馬內利有沒有 - 哦 - 魚湯的嘛 - 烏溪的 - 賣魚湯的 - 他是賣魚湯的嗎 - 不是有一個賣魚湯的 - 在航中南路 - 在航中南路 - 啊 - 賣魚湯的故事 - 就是他的那個小孩很 - 很反脆弱 - 好像是這樣 - 因為時間表很滿的那個 - 我想說哇這個 - 跟我們即將下一個單集 - 要聊的那個協會啊 - 剛好最近就是以馬內利 - 跟那個足球協會 - 還好像稍微 - 算岩上嗎 - 不算還算 - 我不知道 - 反正就是現在對岩上的定義 - 要嚴格一點齁 - 要不然每天滿滿都是岩上 - 每天大家討論什麼就岩上 - 我不覺得他有岩上到大家 - 但至少在我們運動圈 - 它是一個討論的話題 - 我們可以稍微聊一下 - 等一下我們繼續聊 - 啊謝謝何老師 - 謝謝抓一哥 - 還好我回來了 - 我們就繼續 - 歡迎回來 - 還好我們怎樣 - 有點危險 - 喔有點危險 - OK 謝謝大家 - 那我們就下集見囉 - 掰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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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螢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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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Free pass, you don't even have to ask to Be the cat in the sun Someday I will see the whole deal through today I've got better things to do Oh, hey, to leave a little bit undone And be the cat in the sun Be the cat in the sun Set aside every empty spreadsheet wine And loosen up on the grind Simmer down, settle back and mess around Be the cat in the sun Someday I will see the whole deal through today I've got better things to do Oh, hey, to leave a little bit undone Be the cat in the sun Be the cat in the sun Be the cat in the sun Cam secretary Well, it looks like you said Be the cat in the sun P fearless Be the cat in the air I'll pack marines I'll look like the cat in the sun So keep timeForce Butcher Quiz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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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